中华好功夫锻炼强筋骨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带您去发掘 健身气功八段锦的养生秘诀 想要预防肾脏方面的疾病 有些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 进入了秋冬季节 中老年朋友们经常会感觉到 浑身无力 腰膝酸软 这就有可能是由于肾虚所引起的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八段锦中的 两手攀足 顾肾腰这一事 有助于您强腰健肾 咱们赶紧跟着老师学起来吧 八段锦的八个动作 既可以合在一起锻炼 又可以拆开来单独练习 各个动作侧重点不同 功效也不一样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 有助于强腰顾肾 拉伸全身 这个动作不算难 但是如何习练的标准 才能使功效加倍呢 快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八段锦学习吧 中华好功夫 一起学习八段锦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 两手攀足 顾肾腰 好 这个动作呢 我们接上一试结束动作 左脚开步 与肩同宽 两脚尖朝前 此时呢 我们两手按在腹前 指尖相对 注意 按在这个位置呢 是肚脐四指下方的这个点 观圆穴水平线 好 首先 两臂旋转 指尖朝前 伴随的直膝站立 指尖带着由前向上 将臂举直了 掌心朝前 好 接下来 两掌心旋转 掌心相对 屈轴 松肩 两手下按 按在我们的胸前 注意 这个高度是非常讲究的 在胸前 两乳中间 这个位置叫淡中穴 按在这个位置以后呢 进行旋臂 好 指尖带着 由两肋侧向后 到背部以后 由掌心和掌根向下磨运 沿着我们的腰后方 叫做肾疏穴 向下 臀大肌 到裹绳肌 缓慢地向前俯伸 一直到我们的西后方 尾中穴 继续往下 斐肠肌 比目鱼肌 到根肩 沿着我们的足外侧 攀足 到我们的足肩 注意 指尖 手的指尖和我们的足肩 都是朝前的 接下来 向前 由指尖 带着 两臂向前 延伸 将臂与背 拉平 此时是塌腰的状态 好 身体整体 带臂 向上 起身 好 落臂 收脚还原 这个动作看起来不难 您是不是也跟上了柴老师的节奏了呢 不过啊 要想达到更好的健身效果 咱们也得来了解一下 这个动作的要点和功效 做好两手攀足固身腰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我们的第一点 一定要注意 这个动作的幅度啊 拉伸是比较大的 对于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 柔韧比较差的 一定要注意 在向下俯身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磨运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膝关节 尽量不要弯曲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在起身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腰不能攻 腰一定是塌腰的状态 尽可能由我们的指尖 末梢 带着 将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躯干和臂 拉成一条水平线 整体向上起身 垂直站正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不会伤及到我们的腰部了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要内外结合 在呼吸上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憋气 尽可能要保持 身肠细匀缓的 柔和呼吸的方式 要采取 身为吸 降为呼 在过程当中 如果气息感觉不够了 可以进行自然呼吸的去调节 所以这三点一定要注意 两手攀足固身腰 它的功效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点 我们长期伏按久坐呀 下肢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同时呢 经络循环也是不畅的 这个动作拉伸呀 是幅度比较大 它可以有效 帮助我们增强我们下肢的 裹绳肌 大腿后方的 小腿后方的 肥肠肌和比目鱼肌 那么第二点呢 是我们这个动作 可以有效刺激的 我们整个背部 到我们的腿后方的经络 看来这个动作的功效 还真是不少呢 不过啊 想要练好 两手攀足 顾肾腰这个动作 还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点 对于容忍性差的人群 在做下腰动作的时候 要量力而行 注意不要弯曲膝盖 第二点 就是在起身的时候 不要攻腰 第三点 注意调整好呼吸 好了 跟着柴老师 一起巩固练习一边吧 上举 旋臂 下 下岸 反穿 磨运 攀足 前身 上起 旋臂 下岸 下岸 反穿 反穿 膜运 攀足 前身 上起 落臂 并步 这个动作不仅可以使腰腹肌 得到锻炼和加强 长期练习对于我们肾脏 也能起到一定好的保健作用 那还等什么呢 一起练起来吧